做了萌萌娜的表情 我现在今天要教给大家一个道菜 但为什么要教给大家呢 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叫做免费午餐 这个免费午餐是致力于让更多贫困山区的儿童 能吃到更有营养的午餐 可能他们每顿只能吃咸菜或者馒头 但是我们需要让他们能吃得更有营养 因为都是祖国未来的花朵 希望他们能好好成长传递我们的爱心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进行直播给大家做教大家一道菜 然后各位小主可以把你们的礼物都砸过来 然后我们最后会把所有的礼物送给我们那些灾区的儿童 然后这个一直播可以说是最后会把所有的我们的东 就是捐给的礼物呢 然后给灾区的儿童他会公开 然后我让大家都能看到 那今天呢 你们猜一下我要做什么呢 上面应该有有回话了 我要做什么呢 你们肯定一定猜第三间是不是啊 但其实不是啊 我今天要做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嗯 牛筋面 谁要做地菜先我就做牛筋面 牛筋面呢 黄瓜丝我也切好了 然后面呢已经弄好了 现在呢这个是芝麻酱 来 我们先把这个芝麻酱打开 哎呀谁记得这么紧 这是过分 走吧 把我在上面撕一个小口 哎 哎 哎 我们把这个芝麻酱倒在这个牛筋面里 好了 那 那 光倒这么这样的话 可能还有点口感不足 我们加一点 加一点米醋 给 一丢丢就可以 多的话就会酸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盐吧 一点点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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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哎呦 一勺白糖 好了 现在呢 等我啊 等我啊 等下 等下 嗯 我放哪一盐 拌一下 牛筋面是不是很简单 就做好了 有没有 尝一下啊 嗯 不错 给你一块 行了 我给你们开玩笑了 嗯 牛筋面呢 只是我们一个开胃菜 豆豆在家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还是 第三鲜 看不看吧 我眼镜都已经戴上了 有没有很正式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材料啊 第三鲜呢 是一个素菜 主要材料呢 土豆 青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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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子 茄子 那我们跟 土豆呢 青椒 茄子已经去好了 茄子呢 已经洗好了 青椒已经洗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土豆切成片 我记得有人说是切块还是切条 切在东北的话切片 哎呀 哎呀 妈呀 我这个怎么能忍 这肯定不要了 我手已经洗过了 大家放心 有多少人吃过这个 第三鲜啊 嗯 你们都做过吗 那我看一下他们都怎么说的 好吧 撞了 咦 哎这瓶怎么掉过来啊 咦 啊 在哪里啊 这个 等一下 不是 这个 哇 我去 我自己的眼睛黄死我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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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旁边啊 那能告诉你吗 哦今天这个头盒是不是有点太飞了 你说这居家的时候可能就有点爆炸 哎 好了 我要开始做饭了啊 好吧 我快一点做 不然的话你们见不到了 不然的话你们见不到了 好 我拿一个东西装一个就做了 大碗 啊 我已经认真了 好 还有一个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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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片太大了 我们把这个切到半了 好吧 嘿 哇 正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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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平时会做一些什么自己也愿意吃的菜吗 或者说你们知道有什么特别好吃的菜可以推荐一下吗 哦 差点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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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久没有 真的好久没有做了 而且我 其实我的 切菜技术是特别的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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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土豆呢已经切好了 下面呢 茄子 茄子的话呢 因为土豆跟茄子都是要炸的嘛 所以说我尽量 茄子也是不要有外皮的 如果有外皮的话 会很麻烦 到时候做起来也会很麻烦 我们把土豆去掉 不好意思 一会我再剪一下 我先一起弄完 这就是我们的垃圾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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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 你放在这边做饭里欺负我 那一大人也欺负我 嘴 還有一个 其实我能听到你说话就好 真的 我能听到你说话的话 我们边聊边说 邊聊边做饭都开心 视频 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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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女座最不能忍的就是 有皮莓刮干净 上面有一个很绿色的茄子 然后上面还有一点点黑 这个是我在收药 所以我每次都会刮的干干净 发现没有了之后 我把它放在这里 有好多人做饭是不两种的 有一种人呢就是他会边做的时候 楼边收拾厨房 还有一种就是在做完了之后一起收拾厨房 不知道你们是哪一种 至少我是第一种 好 收拾垃圾了 所以都洗一下水 好 我们现在开始清了我们的茄子 把葡萄拿走 茄子的话呢 其实我正常的话就是三角的切法 好 等一下 先把这个放这里 不然的话太小了 就锁一下 锁一下 然后这样来回切 每人的切法可能不一样 我的切法可能就是稍微的简单一点 就这么 其实这样的话就全都切了 还没有 很简单 好 一个茄子我们切完了 把它放在我们的盘子 其实正常的话 土豆跟茄子的话是不要一起炸的 因为茄子很吃油 土豆还是要炸很条件 所以我们再拿一个盘子 把茄子单装一下 好 我们第一只茄子已经单装好了 下面呢 我们切第二只茄子 好 第二只茄子也切好了 好 我们第二只茄子也切好了 我们的土豆骨切好了之后,下面就是我们的青椒 青椒的话其实很简单 青椒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把这个青椒掰开 因为它里面有籽,这个籽我们是不要的 不然的话会影响整部菜的味道还有美观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抠掉 把这个东西就抠掉了,抠掉之后我们把它装掉 青椒的话,因为它算是说实话给这道菜添加了很多味道 所以说我们青椒可以不用刀切 因为用刀切的话,毕竟是刀嘛 你切了之后它在边缘的地方还会有一点钢刀的味道 或者铁刀的味道 所以说我们用手掰的就好了 这样我再拿一个盘子装青椒,你看清楚一点 来,这青椒掰的话就很简单了 就是直接这么一掰 如果你像块大的话,中间再一掰 因为你的手是干净的嘛 这边也是,我们顺着这个籽,这边就掰开 这边也是,直接掰开 然后掰成我们的,不规和形状是没有关系的 好,青椒其实我们不用那么多,有两个大青椒 一个青椒就够了,我们就不用了两个 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呢 我们的料已经准备好了,土豆,茄子,还有青椒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话,要做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调这个第三肩的汁 因为我没有那种大厨的水准 他们大厨的话,会把土豆,茄子,青椒之间 炸了之后,然后放在里面 然后用一个,就比如说,用一个这种装东西的勺子 这个是电门,这个是糖,这是盐 就是用一个勺子弄我们搞定的 最后出锅了 但是我没有那么强大的能力 所以我就只能事先把汁调好 调汁呢,其实来讲,不难 我们先来找一个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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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上面吗 等一下,我们找一下 这 刷一下 好 这个呢,调这个汁说实话,用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就是 电粉 电粉呢,没有加太特别的多 差不多一点点就够了 因为特别多的话 因为特别多的话,这个不听话呀 因为特别多的话,这个不听话呀 特别多的话,这个很黏 特别多的话,这个很黏 如果很黏 如果很黏的话,你做出来的第三斤就 这个炒了就不会太好吃了 好 好 如果电粉大约的话,这些肯定是少的,再加一点点 好了,差不多 哦 嗯,这些淀粉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洗下手 嗯 嗯 嗯 接下来就调这个味道 你看我们有生抽,有老抽 然后包括我们还有盐啊,鸡精啊,糖啊 嗯 什么,花椒就不用了 就 老,这个酱油 酱油的话说实话是 嗯,算是提鲜的嘛 算是 让它,因为它不会有上多少的色 所以说我们酱油可以放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酱油 这个老抽是调色的 这个老抽就是会让你 比如说我做炸完第三斤做完了什么之后 然后 我给它浇汁 那个汁颜色就取决于老抽 老抽的话 如果放多的话,颜色就特别特别深了 所以说我们少放一丢丢 就一丢丢 哦 我怎么觉得好像放了有点多了 还好,可以结束 接下来呢就是 这是鸡精 鸡精可以放一点点 因为我们这个菜还是要好吃一点 放一勺的鸡精 白糖也是调味的 白糖也可以放一点点 一点点的白糖 最后呢是盐 盐的话我们先少放一点 半勺 半勺 半勺的盐我们试一下吧 没有那种大手的手艺 最后我们最后一个工具等会加水 水的话不要特别多 差不多再半碗 就差不多 好 来,我们把牛链的筷子拿出来 再洗 好 我们把这个搅拌一下 一定要搅拌好 因为这垫粉会在底下 它有的时候会粘在碗上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东西搅拌好 来,让我自拍一下 哎,又看到我了啊 看不清我的脸啊 这什么下两回给我全打呼了 像麻将 其实你看着像麻将 搅拌好,搅拌好 然后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味道 嗯 我说有了背景十年 有点,有一点点沙 好,再加一点点盐 一点点盐 我看那个味 我尝过,所以会再碰一下 嗯 这会差不多了 这会的味道应该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 我们的汁呢 现在也装完了 哎 我忘了葱姜蒜 葱是不用的 但是蒜其实需要那么多 这在哪里 是在冰箱里 嗯 嗯 不可能 你老藏不了 哎 应该很不全化 嗯 嗯 来啦 是吧 算了忘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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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其实你还可以 没有 没有 哎呀 哎 人总是在绝望的时候 才能找到希望 是不是 我就已经说 零没有就算了 但我还是找过了算 还不容易 算的话 嗯 两半吧 两半算就够了 是我这个比较辣 正常的话算是应该把皮啊什么都拔好 但我就喜欢 哎 不好意思 掉了一个 没关系 嗯 希望用刀横向 压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皮 很简单的就能把它剥掉 这个也是 用很敢压一下 啊 之后因为它这个皮就特别快了 就能把它剥掉 所以说 有的时候不用说一只一只啊 在那儿剥蒜皮 这个方法你们可以试一下 来 蒜的话 基本上 切的不用特别大一段 也不用特别小 就可以了 我们两块蒜就够够了 好 好 好 现在呢我们已经 弄好了 土豆 茄子 青椒 还有蒜 还有蒜 调好了 那现在呢 就要进行我们的开火关系了 先加热我的油 哎 加油之下 我的手还不让 手上还是不要有水 不然的话它会崩子 好的 来 开始工序咯 上面因为有水嘛 我们把水烤干一点 不然的话 好 下一个 稍微广 崩了 哪里都是水 而且会让自己受伤 大一点 大一点 快一点 水啊 快一点 工干 放两个倒一下 再放在这里 其他小水度 再烤一下 哦 我们把这个开着 可以蒸 蒸的话 给它让它看清一点 这会不会影响我双的声音啊 如果有影响的话 那我就大一点 大一点 大一点声双 好 我们这个效果已经可以蒸好了 我们把油放在这里 这个是 是用的油 好 好 这套菜是个很沸油的工具 是真的 你都不听话 这边 还会偏 这么吊起来 好 现在呢 我们稍微省了一点点火 不然的话油会很蠢 下了 下肥三间 可是下肚子的话 马上就出去吧 好 那这个时间 本油的时间 来我 来自拍一下 哈喽 我这个头发简直不忍直视 咦 我说有偶像包裹的人了 是今天怎么回事 好 来照一下油的温度啊 差不多了 我们要开始炸我们的土豆了 还是当时烤水的时候还没太烤 我们就有点烤水的温度 跟我没有关系 这本来就是很危险 我们还是原来的下肚子 为了我的安全 好 我们的火的温度可以大一点 你感觉其实油还没有特别的哈 我们的火的温度可以大一点 你感觉其实油还没有特别的哈 好 好 然后我们的油铺开 可以了 我们的土豆呢 我们的土豆呢 基本上是要 炸到 差不多金黄色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了 所以说现在呢 它感觉很白的 记住金黄色 哪怕就是 稍微有地 点点 感觉要不如的技巧 再拿出来 来得及了 千万不要拿出来找 如果拿出来找的话 你做 做到最后 你把第三天做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这就是个超级的量 嗯 这次能到这个时候 就感觉好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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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香哦 看看下面怎么样 可以 还可以 我们还要再炸一会 不用着急 看下锅里的情景 是不是 特别开心 嗯 嗯 我也好想去里面 就变得好 说不定又有一个新的菜 油炸小鲜肉就没有了 有一点不要凉了 好 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土豆的颜色呢 已经有一点点变化了 它现在已经不是刚开始的唇板 现在已经有一点点黄了 有一点点黄了 有一点点黄了 但是还 哦 其实正常的话 如果在饭店做的话 它们的火是很快的 就是说你土豆下里面 就给它很快就变化了 那我们再自己夹 所以我们不要多急 火没有那么大的 有多长一些 我们变成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再往中央 就来一遍 那对 但也有一种土豆 那种土豆是变不 炸不到金黄色的 那个叫什么 什么什么品种的土豆 我忘了 如果那个你要等到 炸到金黄色的话 它红了都不会变成金黄色 直接会变黑色 好看一下底下 好 差不多了 我们再炸一会 这火都不给的人 加油啊 有点偏 加油 一根大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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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在洗澡 泥边坐大泥 都是神经病 你们容忍一下 好 我们现在不确定 它现在是不是熟了呢 拿射一下 这是一个土豆 扎入两半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 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颜色基本上 也跟金黄都差不多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拿射到 这样我们今天就用这个 就算一下 对于这个大 他说的话为了美观的话 其实我还是用平成的 那我也会比较多大点 我们土豆呢 就先放在这里 好 我们土豆呢 来来来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金黄色 已经是金黄色了 已经是金黄色了 你们能看到吗 已经是金黄色了 所以说 我们可以把土豆拿出来 底下的已经有土豆 有一点点的土豆 有一些 已经有点那个感觉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 动刀快一点 因为还有 还有东西等到 等着要炸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快一点 转的话 有个土豆就凉了 快点快点快点 没办法 这个落脏的小 因为我们几次能长一点点 好 还有几块 还有几块 好的 我们土豆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炸我们的茄子 茄子 茄子的话其实是很快的 因为茄子 茄子 就因为它很快 所以说 我们一定不能炸到特别 特别难 特别特别特别熟 因为茄子很吃油的 没有 没有土豆快 比土豆快 但是我们也不至于说下锅马上就拿去 因为那个是大辣椒药做的 轻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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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些普通话 不然那辣椒药 茄子呢 什么区分它熟了没有 就是它现在你看 你用这个肉爽 才触这个鞋子 它还是很硬 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它转 那它就转了 嗯 好 我们再等一下 我们的茄子可以就可以了 有辣椒的造型 其实现在应该刷了微博 我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结我的厨棍 应该会有的 这样是哆啦哩梦的小蛋就好了 是我当时看那个哆啦哩梦 我觉得有一个物品 那个太实用 那叫什么 什么什么翻译口香草 就是从这里抛出一个口香草 然后它跟古我跟我说的外语 就是比如说英语啊 或者华语 然后把这碗拿吃不上 我就能跟它交易做 这个东西要是有的话 那就太牛了 别的气我都不羡慕 好我们试下这个鞋子 这个鞋子已经有一点点爽了 有一点点爽了 而且 边缘的地带咖 有没有看到 有的鞋子边儿已经是有点 有点糊糊的感觉 已经有点糊糊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的鞋子 基本上是可以了 你跟它软糊 但还有的 有一点点硬 所以说这个油 还是有点 不给劲儿 中间可能会稍微热一点 但边缘的话可能要有热 主要这个火骨 大概差不多了 我们不能再打鞋子 再打鞋子就糊了 他说这个时候把我们的青椒好一点 青椒好一点 基本上是需要 就是动一下 青椒就可以了 因为 不能太长时间在这边 青椒不是说 炸一些炸就能炸熟的那种 它不是 好 我们再说动一下 可能因为有鞋子 鞋子已经熟了 好的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们捞水了 放在这个有鞋子里边 把油控好 一定把油控好 如果油控好 一会儿你就一三天会儿 我怎么过了这么久 我怎么过了这么久 先把火关一下 清真 calling 我刚才说用盘盛的 你看这么多 pré earlier 我一会儿用盘盛抢一下 但是我突然感觉 되有什么 天空的鞋儿 甚至是特别够 好 把这个拿出来 这些油肯定不要浪费 这些油 当然有些青椒子 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为了做饭 我现在就不挑了 不然我就一个一个把它挑出来 你把油倒在我们的房间 锅里可能可以 其实我们可以留一点点 但是还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汁 这个东西已经炸好了 汁的话 一定要搅拌一下 因为它放在那里沉的话 它电粉都会在下 它不会跟这个汁融合 它电粉会在沉 所以一定要沉 不然的话 你把这个汁直接倒锅里 你就会发现 你只是把这个 酱油啊 跟水啊 什么都倒了 你电粉还是在底 不动 所以我们把它固定 而且我觉得 这个菜真的有热 我觉得我们应该 再把汁加一些 其实 其实应该再加一点点 但是这也差不多 差不多 我们已经看到了 已经差不多 已经整饭好了 整饭好了 然后来 这样我们先把火开一下 我们可以开了 这里面 再放一点点 放一点点油 我们因为这个油还是热的 所以说 我们可以直接 直接把蒜香的油 这点油还可以 再放一点点 也是不够的 好 再放一点点 这个锅是平底的 我们把火稍微小一点 就让它们 容易蒜嫩皮 好 大家看啊 我们蒜 基本上在锅里 已经有蒜香味的时候 现在已经有一点了 可以这么大一点 好了 已经有蒜香味了 我们可以把我们调的汁放进去 它的汁你放进去 它会慢慢变色 因为是有淀粉的 它会慢慢变的 看见没有 颜色变深 一直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所以我们变的时候赶紧 把我们的这个汁放进去 我现在都开始做大锅饭 我真的不忘了 把所有的东西上下色 果然 我说的很不良 那个 有点 水 水有点少 它们不过还好 我们可以口不形容的动作 水 从这儿 正在我糖 还真是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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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时候 应该再多一点我们 我认为 差不多的话我们就把它关掉了 因为只是需要把汁放在上面 不能再做刀子 我还是用这个来盛 因为实在是别的实在是盛一下 很累 现在我们在这儿做的有点少 所以颜色看上去就有点浅 然后我们的材料就比较多 看上去就比较 什么一点 但是这道菜呢 希望还是有机会能挺有吃 到时候呢 我可以把材料放得少一点 真是放得多一点 颜色呢比较好看一点 好 我接下来的工具可能就是要洗瓦 刷瓦 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要看 所以说今天这边 还是你们来收看我的食桌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也是免费午餐 希望能传给我们的爱心 让更多贫困的儿童 能吃到有一个样的午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